也不是很高兴 请到我们老朋友李燕 李燕你好 王正你好 中超联赛开赛以后 在第一轮比赛中的德比战役中 上海上岗队是4比0大胜了通城对手 上海深花队 而在超级杯赛中 也同样是2比0战胜了北京管队 在亚冠的首轮又是1比0战胜对手 可以说连续三场比赛 在两周之内 上岗队是三战全胜不丢一球 这个状态李燕非常棒 我想除了进攻以外的一些东西 就是防守了 这前几场比赛 应该说上岗的防守 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凌风对手 而且在整个东迅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佩雷拉主教练也是主抓防守的 所以这一场比赛 对上江苏苏宁 其实也是一个不弱的对手 而且江苏宁前场的一些队员 他们的身材注定了 将会是一场灵动的比赛 所以对于上岗来说 后防线上怎么尽可能的 组织起严密的这条防线 非常的关键 确实应该说两个球队 在上个赛季 都是丢了33个球 在整个联赛中的防守的状态 也是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 咱们这先来看看这场比赛 这轮比赛 已经完成的比赛的一个结果 恒大队在昨天雨战中 是靠着太达队的门将 杜嘉的失误 1比0战胜天津 拿到了3分 目前是两战全胜 排在第一位 而鲁能在今天下午是2比2 被河南队逼平 目前也是在联赛中的 整体表现还算不错 而重庆在今天的下午是0比4 大比分输给了北京中央国安 那么张玉宁加盟到国安之后的 第一次登场联赛中 便取得了进球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复利和大连一方 在这轮比赛中回来进行对抗 武汉卓尔会迎战北京人和 而深圳会迎战天津天海 深华队在明天晚间 主场迎战河北华夏幸福 那当然应该说 从这个两支球队情况来看 其实李燕 有一个感觉 就是上岗队在三连胜之后 阵容上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伤病的情况开始出现 其实我想伤病的产生 一方面源自于东迅的准备 另一方面 可能和最近比较密集的比赛 是有很大关系的 而且伤病的产生 关键的问题都在于后防线 所以看看今天 全新的这条后防线 怎么样去选择位置 这个是比较有看点的 是 我们这儿能见一下 目前正在现场的记者吴威 让他来带来最新的 目前两个球队阵容的一些情况 请吴威 好的 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首发阵容 应该说今天的首发 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动 主要我们知道 贺冠和石科是因为受伤 今天没有进入这个大名单 而根据我们了解 因为在训练中受伤 今天王升超也是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所以这也就令今天上岗的防线 其实变数还是有很大的 那么门将是没有悬念 还是严军令 那么防线上可以肯定的是 于海 还有魏正 还有张伟今天首发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阵型 打得比较活跃 到底是四后位还是五后位 可能要等比赛开始 我们才知道 那么如果是四后位的话 那么还有一位边后位 那如果说是采取五后位 就是三中位 加两边一位这样一个阵型的话 那左右两边将是 不欢和吕文君 那么在中场是临创意 今天也是首发和蔡惠康 还有奥斯卡其搭档 那么前场将是有 埃尔克森和胡尔克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经过改变的上岗的防线 能不能顶住苏宁 这特谢拉和埃德尔的 这样一个进攻 那么我想这场比赛 除了这个防守是一个看点之外 上岗的进攻 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个赛季 苏宁的防守做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和上岗是两支 失球最少的队伍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 我想佩雷拉派上了 胡尔克和埃尔克森 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 在进攻上有所作为 希望能够在主场 能够拿到三分 那么还有一点 其实上岗也必须面临 一个自身的问题 因为他们双线作战 九天里面有三场比赛 并且在下周中的亚冠 他们还是有一个客场的比赛 也要兼顾到这场比赛 所以说今天对上岗队员们来说 一个是技战速层面的比拼 那另外一个可能也是要 大家咬咬牙 这个体能上能够注意一下 也是要靠精神去争夺 这场比赛的胜利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确实感谢无意的介绍的 里应该说这么来看的话 三场连胜的背后 上海上岗队所付出的 这个代价是比较大 应该说王神昭也受伤了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比赛的阵容安排上 会有一些困难 那咱们这会先进一段广告 再稍后去到比赛现场 来看看现场这个站位 和排兵布置的情况 到底如何 我们一会儿见 这个是湿垃圾 各种调料 瓜皮 骨皮 零食干货 虾壳 记住哦 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记得要给垃圾分来哦 听话 老弟太傲 将是过头的 做女人多简单 总有人教你怎么做 提饭饭多好 总不了 太冒失了 太冲击了 要是不过是有人 别早点查人吧 好 不要 你 他 在吧 等择特就告诉我 不可以 他 救命 我们 你 别 你 她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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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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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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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